《生命讲座》 《生命讲座》 我刚一进这个教室 就听了很多人跟我讲 她说已经听了我十年了 然后她说看起来我好像比以前年轻 我就会觉得很高兴 其实不是我年轻 是因为怎么样 是因为我今天特别打扮了 那能够跟大家一起共同分享 我想 校长她老人家 非常的关心教育 而且她也看到了我们现在的教育现象 教育的环境很恶劣 那我们老师呢 要在这样一个很困难的情境之中 来实施教学 的的确确是相当困难 我们从维世可以看到 我们的心有善心手 那另外最主要还有很多的不善的心手 那么善的心手 其实是很少 多的心手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大概都是不好的 那大家要知道 这是我们出生在这一个人道里面 它的一个自然现象 所以假定我们不透过教育 好好地去教导我们的国民 那大家就会觉得很困难 那我今天想跟各位来分享的 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那最重要就是 我们当老师 各位一定要有一个感觉 事实上佛陀就是老师 这个老师呢 包含了家庭教育 包含了学校教育 也包含了社会教育 也就是说 我们人从出生一直到老 这个过程都是在当老师 那么我们面对学生在上课 那你呢 就好像是一个老师 那么大家已经习惯了 我应该怎么做 可是其实呢 大家都还在你的家庭之中 所以你也是家庭教育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老师 我提一个例子 我这次到北海道 那另外有一对夫妇 他们带了两个孙子 也带了儿子跟媳妇 刚好六个人 那一路啊 都在哭 小孩子都一直在吵 那整个一部车子啊 几乎都是只有听到那个婴儿的哭叫声 然后呢影响了很多人的这些理由的品质 那这个阿公啊年纪跟我差不多 她就跟我讲 很不好意思啦 啊 我媳妇啊 我好心 她都不好意思教 她都不教她的孩子 那我们做阿公阿嬤的 那可以教 你教的时候是不是 这要赢得给你 妈 那时候我心里边就笑一笑 我说 你退休了没有 她说她退休了 她说她也是一个 曾经在学校里边服务的 那你想想看我们 在教育界服务的人 面对自己的孙子 你中间又有儿子跟媳妇 所以你要骂要打 你好像又觉得好像不太对 也不晓得要怎么教 那你想想看我们学教育的人 都面对了这样的困境 那假定一般人 那她怎么办 所以这几天呢 我就常常跟她分享 我说我跟你都不一样 我说我们从事教育工作 有一个好处 有一个好处 因为刚刚跟各位谈到的 我们有善心所 不善心所 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都是坏 所以呢 那欲不达不成器 人不血不知道 对不对 可是事实上呢 你呢如果只是说 再强调那个善心所 那你了不起 只是一个好的妈妈 好的爸爸 或者是好的老师而已 可是你还不是真的很好的老师 因为我们学佛最主要就是在 有一个心不相应刑法 有没有 心不相应刑法 大概就只有我们当老师 才可以去踏距这一块领域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好像举一个例子 第一个德 什么叫做德 我就常常我就跟她说 如果说我们一般 如果你只有德 怎么样怎么样 那这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 那我呢 通常我会训练我的儿子 我的孙子 我就会告诉她说 你这样做做得很棒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那像我们当老师的 常常会提醒自己的学生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这个就叫做德 所以你能不能常常练习那个德 因为这个德很重要 我们一般人常常 我们当老师都是会教学生说 对啊 错啊 但是啊 那个德 就很少被touch到 那么什么是命根 什么是命根 我们很多人 我们很多人车子都会保养 家里也不会保养 可是呢 你却不会保养你自己 我的同学 我的同学 郑明凯老师 郑主任请你站起来 年轻的时候 他跟我 他很疼我 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 他知道我经济情况不好 所以他买了一串香蕉 好大的一串 他跟我讲 这一串香蕉 我们两个人 可以做一个礼拜 然后我们一个礼拜以后 就把它吃掉 结果呢 他到学校去 我自己留在那个房间 结果他回来的时候 他就问我 香蕉呢 我说放在冰箱里边 他说香蕉还要放冰箱 你不知道去空 我说香蕉就是要放冰箱 才不会坏啊 结果他一直问 他说你是放在那个什么 房东的那个 家的那个冰箱吗 我说不是 他说那你放在哪一个冰箱 我说放在一个 永远不会坏的冰箱 我就是这样 就把它吃掉了 你想想看 我当年 我这么胖是有理由的 因为我从年轻就喜欢吃 但我看到他这么优秀 又这么照顾我 结果他退休了 给谁看 给电视看 结果不给辅助看 你想想看 有多少人很笨啊 一天到晚 让那个电视再教你 你一天到晚在看电视 你呢 电视一天到晚 辐射啊 还有里边的这些内容啊 都是歪七扭八的 把你教的乱七八糟的 结果你在 我们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我们很清楚的知道 我要经营我自己啊 各位想想看 你一辈子都对得起你的子女 你也对得起你的父母 你也对得起你的朋友 你也对得起你的另外一半 但是等到你要老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为什么 因为一辈子 你永远没有对得起你自己 那命根 什么是命根 我们这个摄身四大组合 他是从哪里来 那么像这个呢 牵涉到嫩眼睛 各位可以好好的去去看 但是呢就是说 假定我们的心 不去照顾到自己 我43岁生病 结果我那时候 就从佛经里边 开始慢慢的去找 然后我就常常发现 对哦 我很多事情都可以做得很好 为什么我不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所以从那一刻开始 我常常跟我的朋友分享 千万不要浪费你的时间 有时间的话 赶快怎么样 佛佛祖看 佛菩萨看你一次 就保佑你一次 电视看你一次 就伤害你一次 对不对 所以命根 再来 一同分 我们常常习惯 看的是人家的缺点 人家跟我不一样 所以金刚经说 所谓庄严 集会庄严 世民庄严 对不对 我们学佛的人 一天到晚 把自己学佛以后 就把那个佛法 那个界定会 或者是你去受了五戒 或者是受了那个菩萨戒 你就把那个戒条 永远这样保持住 对不对 但是呢 你根本就是忽略 忽略了什么 忽略 同 戒条它是一个差异 但是他的精神是在同 他就是在保护我自己 为了让我更健康 所以我们常常是把自己呢 因为我认定某些 是一个庄严 结果呢 跟我这一把尺不一样的 我就会认为 这个不对 对不对 你看 先生慢半个小时回来 本来只是一个很正常 车子一单路 结果 他回家的时候 你就在那里生气 你给我死到哪里去啊 三十分钟 要做坏事 已经做了好多事了 对不对 那你想想看 你如果 用这样的一个想法 那你就错了 所以 孟子他在金星篇里边 他就告诉我们 我们一个君子 要所约博师 也就是很多事情 约就是要简单化 很多事情 你要把它简单化 你千万不要把 遇到的问题去把它复杂化 那你如果能够从这个地方 慢慢的去简单 简单到怎么样 我去看他的头 然后聊欣赏他的意 大家都一样嘛 对不对 你看我当公务员 我那时候在议会 也接受了很多的背语 可是这些议员到最后呢 对我都无法说 我要打呼的时候 他们说 老师啊 你不必打呼 谢谢你 为什么 因为 他们的见解 跟我的见解 没有 没有一样 不是相同的 但是做法里边 当然有千差万别 对不对 所以我就会很 我就常常会跟我的朋友分享 你遇到的事情 你是意气用事 还是你遇到的事情 是意识练心 都在你自己存乎你的一心 你意识 遇到的事情 意气用事 你把事情越处理越糟糕 但是你能够 意识练心 每一次都是在锻炼你自己的品格 好 那像这些呢 你如果说做老师的人 你才有办法 因为 常常在教学 那么你就会有这些经验 好 那你有这些经验 你就自然而然 很容易 进到那个真正的这一个 好像我们说 学佛里边 我在讲义里边有谈到 佛有十种力量 那这十种力量 跟智力 夜智力 然后呢 好多这些智力 都是从这一个 不相应行法里边 你呢 因为是教学者 你才有办法 常常这样来练习 好 那这个是 我想我今天呢 特别跟各位 来分享 那再来 我想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 讲义 稍微跟各位提一下 也就是说 我们未来的社会 是已经是后现代化 那后现代化 它有一个特质 后现代化 它就是很自然而然 去中央化 所以呢 谁都不听谁的 哎呀 我人为原青 但是你想想看 我 现在 还人为原青吗 你在你的家 你是人为原青 还是 你在家里 是因为天天 看佛做 佛做 佛做 博比 所以你那个威神力 自然一直不断的在加持 真的喔 有一次有一个人 可以把他弄的车 噢 他搞成这样 脾气很大 我就把那个窗户摇开 我就看着他 他就在那里讲讲讲 讲了以后他就讯息了 他说对不起啦 然后 我就说没事了齁 我就车子就开走 你呢 就用眼睛看着他 啊笑笑的 带着微笑 他很生气啊 你就带着微笑 欣赏嘛 对不对 亦同化 有没有 那你呢 常常这样来练习 你呢 就自然而然 会有那种威神力 所以 后现代化里边 第一个就是说 假定 你没有足够 射服人家的这种威神 那么自然你讲话 都没有什么作用 再来我们这个社会 现在都是在复制 还有我们的文化 非常的浅诚 另外 你看北捷事件 他凸显了我们台湾 年轻一代 几乎都是在悉尼跟人生 他把这两样 人生把它混在一起 各位 可能都是从媒体里边 看 一般对这个 北捷事件 那个那位先生 好像在帮他做很多的分析 对不对 但是其实呢 我倒不觉得 这个有什么好特别分析 其实他就是 这个时代 当你是一个虚拟的网路世界 那么呢 人大概自然而然 什么是真的人生 什么是虚拟的人生 你自然会弄乱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第二个 现在我们目前的教育困境 那教育是什么 大家不要把它想得太复杂 不管你对你的孩子的教学 还是学校 你对学生的教学 或者在社会上 你跟一般你周遭的人的相处 其实教育本身 他最重要的一个论点 就是一个成熟的个体 对一个不成熟的个体 来给他做一些感觉 所以这个感觉很重要 第三个 就是谈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教育 中国我们传统的教育是 为天地利心 其实用教育名词就是爱与榜样 那为生民利命 也就是我们常常在教学的时候 希望让孩子了解他所处的社会 还有他自己在那个环境里边 他自己的角色 那你能够为天地利心 为生民利命 那必须要靠什么 你就必须要靠古老的智慧 那古老的智慧 我看我们讲义里边 也有一位师父 他特别把中国文化的总道德纲目 他实在是很用心 对不对 真的大家一定要常常提醒自己 你要真的要让你自己 可以在教学的工作里边游刃游移 那你就必须要学习能够 常常是既往事之觉醒 然后开万事之太平 再来我们一会谈到现代化 那其实我们中国传统的教育就是这样 可是我们也了解 习光旗跟利马洞在明末 他来到中国的上海 然后他们用了两个人合议了一本书 叫做几何原本 就是将外国的数学 然后机器工具 还有一些简单的物理 然后介绍到中国 那介绍到中国以后 就让我们中国发现说 哎呀我们以前都是儒家思想 我们以前传统的教育 怎么好像都遇上了那些外国的这些枪炮 好像我们都好像变成肉骨一样 所以也因为是这样 所以我们就开始怎么样 要就像胡思枝先生 他就开始想要把传统的儒家思想 当然连带的当时的辱士道三教一体的这种想法 整个想要把他抛弃 那我们看清朝末宁张之洞 他们当时呢 拟定了一个坐定协堂章程 一直到最后光细皇帝的时候 然后呢所颁布的清定协堂章程 那我们中国就开始实施这些现代化的教育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虽然说 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教育 有一些效果上的华语 但是呢对于老师呢 从来没有人产生过疑问 因此对于这种尊师重道 还是蛮重要还蛮重视 好像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 你看我们师范教育的养成 刚刚我们有一位老师啊他很棒 他说看我的文章好像我是师范体系毕业 我就是师范体系毕业啊 对不对 因为师范体系 以前 我们那时候小小的十五岁 然后呢考进师范学校去 然后就是睡的是通铺 对不对 吃的是大锅饭 早上要做早操 然后一直晚上还要晚自习 就是一天到晚在训练 我那时候在读师范的时候 最痛苦的是 学那个钢琴 因为我们小学老师 你还要教唱友 所以那个拜儿钢琴 规定我们老师规定说 你要演奏到七十一首 你才能够毕业 好辛苦啊 我那个手 这一只手 看好了 这一只手就忘记了 然后这一只手 稍微留意的时候 这一只手 不晓得要放到那里去 所以读了好痛苦 但是呢 还是毕业了 因为怎么样 恶补 晚上 那时候 一个教室 只有一步风琴 结果 没办法 只好 大家去睡觉的时候 苦练了 所以我 我女儿 她有一天 她看到我会弹钢琴的时候 她说 爸爸 你那个手那么粗 我说是啊 因为我们从小种田 那么粗 你怎么也会弹钢琴 她到现在还怀疑 其实 那个就是 当年 因为师范教育 然后呢 把我们 打下一些 基本的 这些教学的一些 基本功夫 所以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师范教育 当时呢 还是蛮受重视 可是我们西方的教育 就不一样 大家看到西方最了不起的一个军事 军事家 或者我们说她叫做政治家 这是亚历山大帝 亚历山大帝 他从罗马带着军队一直的往来 一直去打 当她打到土耳其的时候 她打到土耳其的伊斯坦堡 她认为她打到了天的一个顶端了 她就很高兴 然后呢 她看到土耳其的女孩子比较热情 跟那个欧洲的那种贵族的女孩子不太一样 结果她就很喜欢 对不对 但是呢 有一天人家就跟她说 你那个还不是东方 她说 哪里还有东方 她说你再继续打 结果她就摔着她的军队 翻过那个什么 伊朗 进到了今天的印度 结果她打到了印度 后来 因为她的 这一个 骑马打战 遇到了印度那个骑大象 然后射标枪 也就是我们常常讲阿裕王 有没有 我们佛教有一个阿裕王 他们阿公 他们阿公那时候领导的联合军队 就是用那个标枪 骑大黑大象 然后射 结果就打到了那个亚利三大 亚利三大受伤了 只好把她的军队撤退到今天的巴格达 那她撤退到巴格达的时候 在那里养病三个月 但是呢还是死了 结果她呢就跟她的部署讲 当她的这个遗体要印回去的时候 一定要医生做前导 然后呢 这个棺材 要把两只手怎么样 可以开出去 结果人家问她 为什么 人阿 终究还是会什么样 还是会死 对不对 好 但是她说纵然我打骗了天下 可是呢 死的时候还是什么 两手空空 所以她是一个很了不起 但是大家看亚利三大 或者是看更早期的 是一个 那个 今天我们讲以色列 以色列的太阳帝国 也就是所罗门王 那个时代 那个时代 在阿拉伯世界里边 其实彼此之间互相并吞 那么呢 在战争里边 这些懂得文字的 或者有一些专业技能 就变成战利品 那战利品带回去以后呢 就是有的人就把它留在家里 教自己的孩子 所以西方的老师 其实是一个奴隶 所以他没有地位 他跟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尊师重道 其实是完全是背道而驰 所以我们从这里就可以看出 今天我们因为 重视了 这些很多 从国外留学回来的这些人 他们呢 没有把中国的这些 到底我们老师 未来应该要怎么去 来做一个厘清 但是呢 我们也发现 后来又加上选举 那一类选举 结果呢 常常就很多的财团 很多的这些政治人物啊 就去操作 那去操作了以后 我们老师的地位 就真的很可怜 各位想想看 做妈妈 教孩子 会不会发脾气 會啊 老师教学生 会不会发脾气 会啊 但是李老师在发脾气 在发飙的时候 学生啊 在那里帮你露营 你也不晓得啊 露营完了以后 李老师 去过了 你教学都正常 你已经忘记这一回事了 结果明天啊 在电视里边一看 怎么24小时都在报我那个新闻 结果那个政治人物呢 又开始骂 对不对 我们的这些教育行政人员 又没有肩膀 又不敢为老师讲话 以至于我们老师的地位 还有他的环境 就这样一直的被退让 退让 我记得我当时啊 还在政府机关上班的时候 我一直很坚持 我认为说 我们老师啊 不能够说 一个不懂得教育的人 然后来主导教育 你不懂得教育 你主导教育 但是啊 你最少 你也应该要尊重老师的意见 可是各位想想看 我在这个地方呢 特别跟各位提过了 我们订定教育基本法的时候 就把老师的专业 只是说给予尊重 但是到修订章程的时候 第一次的教育基本法的修订的时候 甚至于把老师的这种专业潜力 几乎全部把它剥夺掉 那学生啊 他的这种 他的受教育权 还有学生的学习权 还有学生的这些人格发展 我们老师都不能够给他伤害 那么像这样的一个法令颁布出去之后 我个人啊 因为是研究教育 因为以前我的 我那个工作有一个好处 世界各国的教育资讯 都会汇集回来 然后经过我们办公室把它做整理 我看来看去没有一个国家 明文规定老师不能够给学生 提法 当然有一些提法是应该要用间接性的 或者是用某一个专业性的方式 但是呢 没有一个国家的法令 是明文规定老师你都不能提法 那你想想看 学生的人格发展 各位想想看 学生是成熟的个体 还是我刚刚说的不成熟的个体 那不成熟的个体 他善心手有几个 十一个 其他的都是二心手 对不对 那么你都是二心手 那学生呢 他的人格在发展的时候 老师不能够给他一些耶稣 老师不能够对于他的这些不好的这些行为 给予适当的必要的处分 那你想想看 相对的其他的同学 他们就没有办法来真正的学习 所以我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 我看了以后我一直的掉眼泪 我太太就跟我讲 你那么多愁善感啊 那我为什么会掉眼泪 因为我看到一个老师在教学的画面 学生乱红红 对不对 然后那个老师他也没办法 就是继续在课堂上这样继续上他的课 学生在底下跑来跑去 结果那个电视画面也是24个小时 在那个镜头这样一直的播 好 整个社会议论化了 大家在骂这个老师 你像什么老师啊 连一个教室的秩序你都不能够维持 你还叫什么血 好啦 只有一个他的妈妈 没有教师的同业 没有一个教育人员为他仗义之言 只有他的妈妈 他的妈妈站出来说 我一辈子也是当老师 我一辈子也是教书 但是请问你们 现在我们的孩子 能够允许我们给他 替罚吗 不行 好 那现在呢 各位也不要为这样而担心 我曾经常常跟各位说 这一个人类的思想 摆荡来一定再摆荡回去 摆荡来一定再摆荡回去 所以2012年很多人说世界末日 我很赞成 但是我所说的世界末日 跟一般人的认知是不一样 我所说的世界末日是资本主义的 那个思想的末日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的社会走到毫无自信 混乱的真的是大家觉得很 这个不是我们人应该生活的环境的时候 每一个人就会开始思维 所以各位 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留意到 2013 我们台湾总共出了12部 纪录片 看见台湾 你们都看过了 对不对 好 为什么这些影片 不是故事的影片 而只是对于现实的这些刻画 然后所呈现出来的 为什么那么轰动 各位想想看 我们台湾现在呢 它走出了一个新的东西 那么新的东西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会重新再去回过头来思维 这样的社会是我要的吗 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更有高度 那么你要有怎么样的高度 当你拥有高度的时候 那么我们今天呢 我最重要就是想跟各位来分享 我们拥有高度 因为大家都知道 当一个老师 你面对的环境是这么恶劣 可是你还是要教啊 那我们怎么教 所以我就跟各位分享 我们一定要先把心把它提升起来 所以在《法源经》里边一开头 就谈到那个 有很多的这些神、神明 我记得 我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一个老修行人 那有一次呢 他就跟我讲 教授啊 我看了你好多的经典 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但是你为什么要去讲《法源》呢? 我们《法源》里边有山神、水神、古神、土神、主驾神、主灵神 你为什么去谈这些呢? 我说 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没有了解到《法源经》 《法源经》呢 它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教学功绩 也就是说 刚开始 你要开始休闲的时候 你要练习的 所以《法源经》的第一尊神叫做什么? 海月神 你的心要像大海一样 那么的宽广 永远保持开朗的心 为什么? 各位要知道 唯心所变 唯事所限 所以你的心 你想想看 你一百年 你愉快的时候 你一百年都忐住 假定你一百年 但是你每天是 操心这个、操心那个 看到这个也不顺 看到那个也不顺 然后哭了谁? 哭了你自己啊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要开始写 那么再来 他的第二尊叫做《伸众神》 什么叫做《伸众神》? 《伸众神》就是 你必须 我们当一个老师 一定要先开始 把自己的身体要懂得照顾 刚刚谈到 不相应行法里边的命根 有没有? 就是大家一定要先懂得 你要修行的人 你一定要懂得 好好的养生 所以我们再做 你看我们出家师傅 大家的气色都很好 对不对? 他们都吃素 他们都没有吃一克都是几千块的牛排 他们也没有吃几头鲍鱼 都没有 他们都吃什么? 清茶淡饭 对不对? 刚刚朋友说 哎呀我怎么好像比十年前还年轻 因为我都吃粗茶淡饭了 所以各位 神众神 你好好的开始养你的神 然后你养你的神的时候 要修行 是足行神 所以第三尊叫做足行神 你就要开始真的要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走 然后你脚踏实地 一步一步的走的时候 你那祖三神 欲穷千里目 跟上一层楼 有没有? 看见台湾 对不对? 你看 如果没有在高处来看台湾 你永远看不到后镜溪 被日月光把它污染成那个样子 对不对? 你也没有看到那个南头 那个 那个是什么灵 它好像也被破坏得很厉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修行 尤其我们当老师 我们一定要开始 把自己的身心 要把它提升起来 那你要怎么修? 你自己呢 要有一个主成神 你们一定要有一个建构 规矩 所以戒 戒定慧 那个戒 就是主成神 然后呢 你在这个主成神里边呢 你要修福修慧 所以你必须要 什么? 主价神 你拥有的东西 你愿意跟人家去分享 对不对? 你也要主灵神 不是管他车 你还要管他住 所以还要主灵神 对不对? 那不断的这样一直的提升 好,现在最重要的 我想跟各位来分享 就是说 进我们那个山门 大家再去看一看四大天王 因为四大天王 是我们当老师的 一定要学的 第一个 你要学习的是什么? 东方祠国天王的用心 好 你每天醒过来 你面对一切人事物 你有没有很用心? 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 你每天醒过来 你是一个修行者 那你每天醒过来 你的棉被有没有折一折 还是想说 太太会折 所以就把她 站在身上 那样在米坡就打了 打到旁边 我们面对一切人事物 你一定要学习 用治理国家这样的一个心 来面对 好像举一个例子 我这一次 为了这个讲义 我可以说 我也看了好多书 整理了很多的资料 然后呢 一再的准备 为什么? 因为我必须要用心 如果我们当一个老师 或者你当一个家长 你如果对你自己的学生 或者对你自己的子女 他的事情你不够用心 那你想想看 那效果就会差出来 我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有一次 我有一次 跟一个朋友 那时候我还当读学 到另外一个老师的家 结果这个老师 他的太太 两夫妇也都是当老师 结果我到他们家的时候 大家吃够饭以后 我们大人就在客厅 看电视 泡茶 他的小孩子呢 就在房间里边写功课 他妈妈就跟他讲 你啊 就在房间写功课 好啦 那我们 那时候还在流行保镖 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 台湾有过一次 那个很轰动的武侠片 叫做保镖 结果呢 我们一边泡茶 一边看保镖 结果看看看 结果他的小孩子也跑过来 结果他的妈妈就把他抱着 一直在看保镖 等到那个广告的时候 他的妈妈 搞瘋了 大人在看保镖 你小孩子要写功课啊 躲到房间里面去 结果他的孩子就 心不干净不愿 然后就进到房间 好啦 结果 广告结束了 大人 大人 还是喝茶 还是看电视 又再继续保镖 结果呢 这个小孩子呢 又跑过来 结果他的妈妈也习惯了 又把他抱着 再一直在看 广告的时候 今天有客人 都学在这里 你怎么好意思啊 你应该要学功课啊 不能够这样 那时候 我就跟我的朋友讲 你要你的孩子 养成读书的习惯 你就是要陪他们一起做功课 那我呢 就把电视把它关掉 然后呢 也不泡茶 我说 你们两夫妇 或者是 做妈妈的 进去陪孩子做功课 我跟你先生呢 在外面聊聊天就好 各位啊 你有没有用心 真的啊 小孩子的教育 是需要用心 我们一个老师 要把一个课程 要把它教好 你一定要用心的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 哎呀 用心是学生 我当老师 就不必了 我告诉你 我 那时候还在大学 兼课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一个教授 他就跟我讲 讲说 好棒喔 我终于啊 通过那个什么 那个博士的 那个什么 那个论文了 就是 他不是博士 那个教授的深等论文 他说 我终于 那个 深等已经拿到了 我说 恭喜恭喜 然后呢 他就回了我一句话 啊 好棒喔 终于可以从现在开始啊 不用再继续看书了 诶 诶 诶 读书是你一辈子的事 还是只是你为了拿到某一个协力的事 各位想想看 你的用心是在哪里 我有一个教授 他很疼我 他要退休的时候 他就跟我讲 诶 诶 杨阳倩 你到我研究室来 我就到他研究室 结果呢 他就搬了 插到一大碟的书 诶 杨阳倩 这些书啊 我教了三十几年 厚 特别探多少钱 培养了多少 杰出人才 啊现在呢 交给你 你继续用这一校 继续教 各位想想看 如果我们的时代是一日千里 假定我们自己呢 是让自己停格在那里 那你想想看 你能够怪小孩子 说 跟你有带过吗 大家联系 有几个人联系跟我差不多 我智慧行手机 我都会用 讲义我都自己打 然后呢 像我今天呢 是 为什么不用那个什么 那种把这个投影片把它美化 因为一美化的时候 会让各位呢 不专心 对不对 那白白就是乎你 你看了就是这样 只好专心 因为它不美 就好像是白开水 你不得不天天喝 它不是饮料 对不对 所以 各位呢 你呢 一定要常常写 好多的东西 好多的东西 你看 你们会不会赖 会不会主情 像这些都要 不要这样 孙子 你都不能够跟他回 对不对 我走到的世界哪一个地区去 我大概都会怎么样 都会 把我喜欢的这些照片 然后呢 就把它拍了 拍了以后 我就把它传回来 对不对 然后呢 LINE又不必钱 对不对 你打国际电话 贵的要死 那我LINE 一天LINE个一百次 也都一样 都不用钱 你想想看 这么好用 科技这么进步 你享受了没有 还是你是活在古人的社会里边 所以这个就是要用心 大家一定要用心 你贝克要用心 你对你的子女要用心 你们在家吃饭 很多人就跟我讲 啊 我小孩子在想什么 我都不知道 我说那你是最大二级 我说像我 以前 我妈妈在的时候 早上 四点晚就起来 那你知道什么 起好当早 啊然后呢 煮啊煮啊 帮我带便当啊 然后呢 还会怎么样 骑着脚踏车 把我载到那个 那个西湖火车站去 然后去做 五分的车 啊去 延林上课 啊所以 我们全家 就因为我要念书 全家都很早就起来 然后你可以感受到 父母的辛劳 你也可以去感受到 到 到 那 一大股的 那什么 那饭里面 那是什么 那是什么 我以前都吃那 刺簽的韓子 韓子簽 你知道吗 啊以前的 我以前的 韓子簽 什么也不感觉 啊你吃呢 都要再把我打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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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我都会跟我妈妈讲 我的那个饭不要那么多啦 那要塗一块韓子簽啦 啊 我妈妈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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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我都会跟我妈妈讲 我的那个饭不要那么多啦 那要塗一块韓子簽啦 我妈妈说 啊 啊 所以妈妈在想什么 一个眼神 你都知道 对不对 你在想什么 你妈妈也都知道 可是现在 你的小孩子 你什么时候煮饭给他吃早餐 我记得以前 我那时候在台北市政府服务的时候 那时候 有一天 局长他找我去 他说议员啊 他认为说 我们学校啊 开放那个合作社可以卖那个什么 早点 可以卖那个什么 早餐 那这样的话 可以节省很多的 这些 家长的工作量 我那时候就跟局长说 不行 局长说 诶 议员的结语 我说这个结语 不符合教育原理啊 你想想看 我们学校是办的是什么 学校教育 养育是谁的事啊 养育是父母的事 为什么现在养育 家庭不负责 现在呢 学校也没办法负责 外面呢 就让你乱吃啊 所以台湾美食天堂 原来我们吃的都是有毒的食物啊 想想看 你看 我们真的没有用心 那假定 我们现在 因为开始修行 那我们要什么用心 所以啊 那个东方持狗天王 他手上拿的就是一个枇杷 有没有 这个枇杷就是在告诉我们 我们工作跟休息 你这个时间啊 要怎么样 有一个间隔 要有一个七块 也就是当我们工作的时候 那么你不要一直的工作 你看 我们那个木鱼有没有 木鱼的那个眼睛 是永远是什么 睁开的 为什么 因为他是佛陀的一个学生 佛陀说 啊你咯咧 我们在讲课啊 你在睡觉 结果他发誓 他从此眼睛不再怎么样 眨个眼 他那就是要这么精进 所以那样就不对了 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 所以我们一个修行者 或者是我们当一个老师 当我们在做各种功课的准备的时候 你一定要很用心 我有没有越来越精进 我有没有让我的学生越来越好 如果你能够抓住这样 那么你又懂得及时的放下 懂得有时候该休息的时候 就要休息 那我们的用心 就是普贤师大院里边 有一个礼敬诸佛 也就是说礼敬诸佛 就是面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都这样的用心 然后你该休息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放下 那像这样才叫做东方的持国天王 那第二尊要跟各位介绍的是 南方增长天王 那南方增长天王 因为南方在中国来说叫做师道 也就是说我们要向好的地方去写 所以各位看善才同志五十三餐 他一路都是往南方去餐房 也就是说南方就是这些善知识所在 那我们有了那个用心 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那个 可以教导我们的师长 那各位一定要想到 其实师长不在外面 是在你自己 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向南方增长天王 各位想想看 在你的一生 其实你有很多的这些经验 那你也有很多 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 这些经验 都是因为你经历过 那有一些经历过的 你那每一次 当你在处理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 常常 意识练心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视觉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祖 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 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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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